冷冷的天 想要泡湯暖暖身 現在到宜蘭的清水地熱 除了煮溫泉蛋 還能來泡湯 這裡新設的泡湯區 本週天天提供一百二十個名額 讓民眾來免費來泡 十二月十五號正式開始營運 戶籍在三星大同鄉的民眾只要半價 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著平日甚至免費 不過一般民眾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全票也只要八十元 冷嗖嗖的天 泡個湯暖暖身 水溫四十四點八度 熱氣環繞 整個聲息瞬間舒暢 宜蘭清水地熱公園 泡湯區八號正式開幕 首週市營運就引來滿滿人潮 起個大早來泡溫泉 不僅煩惱通通不見 就連荷包也省了不少 因為市營運期間 業者每天開放一百二十人免費泡湯 大同三星鄉的民眾 優先報名 而好康還不止這些 一般民眾若要泡湯 全票也只要八十元 肚子餓了還可以到隔壁煮溫泉蛋 玉米來吃 清水地熱公園 去年入園人數達到九十六點三萬人次 就怕假日遇上滿滿人潮 縣政府說交通問題還要再規劃 十五號正式開始營運清水溫泉 四周環繞自然森林 民眾泡湯的同時也能吸收 滿滿粉朵金 五二新聞 將會告訴林志淳 宜蘭報導